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ACD对阵机器的第一局下半场 小马哥首发上场 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边机器会选永眠阵了 因为小马哥的破轮跟雕刻家相对来说 都是这样地图会更加好发挥一点 这样就可以理解了 那我们来想想看这一把 其实我觉得这把的话 自闭这边如果说不打那个囚徒 拿一个昆虫学者 我觉得会更加好一点 因为当时这个班位比较明显的是要选雕刻的 小马哥要选破轮可能不是这个班位 所以这一手囚徒有可能会给到一些机会 但是本着得把宝平跑一去 其实也还好 其实也还好 这要正中前期还是蛮扎实的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快速找到先知或者找到囚徒 第一个点 佣兵先知这边独动 第二个点前面狐狸的前锋 张狂加八卦 这个天赋嘛 就是奔着四抓去的 反正就是不成功变成人 踩板加速啊 什么抗性啊 全给你点上了 张狂加八卦 这样一个天赋 但是他好像是没有带 是不是没有带淬火 没有带淬火的话 这里排完两个点也行 这边排完两个点以后 剩下外面的密码机在动 传过去 也可以抓 不是先知又囚徒吗 也可以 但这里带的是个传送 要追前锋吗 有一个故事叫什么呢 就是前面所有的伤害 这个传送过来 这个传送 前面所有的伤害 他都是零 唯独最后那一下是一 这里看一下 这边先知可以给个鸟 前锋可以上一波车 车开了 车开了 这里打一刀 那前锋这边翻个板子 继续往前走 雕像这里 上车 好的 这波车有点远了 这波车有点远了 感觉刚才这边 是不是故意在等这个车 这边放雕像 来得及 开车拉一波大距离 这个就刚给他讲的 前面所有的伤害都是零 唯独最后那一下是一 你最后那一下没打到 对吧 你想想看上一把斗舞 对吧 上系的这个守木人 前面伤害多帅 噼里啪啦一顿打 最后那一下就是打不到 然后这击倒时间就是起不来 所以雕刻家这个角色就是这样子 很不好说 不确定性非常高 小马哥 现在还没有击倒 不过他的存在感很多 击倒这边的先知的话 是能到二阶 但是球者这边可以卖 但球者这边可以卖的 这边雕像 封位置 往里进 雕像再夹 再夹 再夹下板子 好 倒了 可以 这波 梨花带雨般的雕像 噼里啪啦一顿打 全是雕像 满屏的雕像 当时如果先知的第一视角 估计满屏都是雕像 前方这边状态不好了 通缉到的是囚徒 外面的机子 其实先知倒的时候 加起来已经有三台了 这个局 想要追一个四 得穷者给机会 他们得来救人 然后打一波 至少要打一波双倒 至少要打一波双倒 甚至双倒都不一定够 他因为有个囚徒在外面 甚至我感觉得打一波救不下来 就是雕像伤害打出以后 加个震慑才行 而这以穷者的话 可以卖啊 对吧 我卖 我卖卖卖卖卖 卖一个不行 卖两个 卖两个不行 我卖三个 我跑一个 我还能赢三分的 这边卖 矮的漂亮 可以 打了一轮 这边的前锋 剩下三台机 三台机 两台过50%的 前锋这边坐车走了 前锋有点慌 坐了一波车 绕走 去跟囚徒补状态了 估计 这边的话 跟囚徒补状态 优兵需要救一波人 优兵需要救一波人 因为这波人一救呢 然后你这边的注意力 全在先知身上了 这边来不及 来不及 其实这波人是可以救一救的 为什么可以救一救呢 因为你这边有薄命 薄命一套 然后在20秒时间的话 给到前锋跟囚徒 两个人可以把状态补满 但现在小马哥这里 如果追着这佣兵打 我觉得这把四抓的面很小了 他这个时候得赶紧当机立断 过去找前锋 或者找着囚徒才行 前锋是摸了一根针 这根针有点厉害呀 这根针 把前锋状态补满 然后前锋修一台 囚徒这边连一手 他可以点两台 这边佣兵还能拖一拖 翻个板子 拉到一个死角 自闭这边上二楼 佣兵拉死角 好 反正多拖你一会儿试一会儿 现在看一下机子 前锋好像准备来救人 这里是选择不挂了 他感觉挂了真没机会 真的是挂了真没机会死转 挂了真没机会死转 打一刀 这里有个地下室 然后这边有遗产 囚徒的话不太好倒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边位置已经被压住了 那就尽可能多拖一会儿吧 能拖一会儿试一会儿吗 现在前锋修两台 这里挂进地下室 这波传送是小马哥四抓的一个关键点 他这波不传 他挂佣兵这边的机子 真的差不多就够了 这里的话 这波传送压住了遗产 但是这个遗产的话 外面这个线 给你按掉 差了一点点 94% 前锋这边机子亮掉 佣兵这边补 追着前锋打 手里面30多秒传送 你还别说 这里这前锋 手上明明有道具 佣兵 要修机子 好像真有机会 好像真的有机会啊 就看这里能不能快速秒掉这个前锋了 秒掉这个前锋20秒 佣兵这边被迫过去救人了 被迫过去救人 这边投分场 看一下分场 这个分场短了一点点 短了一点的话 球兔这边能被救下来 球兔救下来以后 并且那边的94%的遗产 也能够点开 这一波 还行 小马哥这一波打完之后 我觉得他有赢面 但是四抓面的话 不是很大 直接传 赶紧传 好的 有了有了有了 有机会了 他两波传送传得非常的精妙 这里的话得赶紧啊 佣兵要把这台机子点亮 然后囚徒这边 要去救人 救完人 好像救不下来了 这救不下来了 他这边囚徒这个位置 距离被拉近 就算救下来 这佣兵是教自己的 佣兵起不来 这个囚徒跟前复 两个人必定要倒一个 必定倒一个 死抓了 天哪 马哥又死抓了 这把其实我觉得 这个局当时先知 那波可以救一救 这个后面讨论 但是当时先知被挂飞 感觉机子其实是够的 马哥这边秒了佣兵以后 直接传送 把局势慢慢的稳住 然后快速击倒囚徒 挂进定压室 确定一个优势 然后再顶出去抓前锋 抓完前锋以后 确定一个胜势 然后再一波传送 完成一个四抓 哇 这局厉害了